许多人正正出神 不只有女性 如饮亮长发披肩的精灵足利人在哭泣 还有硬汗 如坐在飞溅上的金刚白元在低语 很多人都露出痛苦与遗憾之色 可惜时间不够 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解析 说不定能人为造就出无限的神话 一个青年开口 他很理性 黑发黑眼 穿着白大褂 一看就像是科研工作者 其超凡实力也极强 大概率等于半个正爵士 在他的身边 还跟着两名活性金属机械人 他出现了 来到了这里 能带我们回家吗 只是 长时间和他接触 可能会迷失 会被童话到死啊 连穿着宇航服的几个圣灵 都在低语 怅然若失 盯着宇宙中那茫茫的光 既激动又畏惧 那是生命之光 那是超凡的本质 那是神话的源头 他浩瀚无边 壮阔到惊心动魄 席卷苍茫天雨 所有人都失神 都在观望 所见是如此的恐怖 又是这样的震撼人心 那是神话默契的诡计 是腐朽的余晖 连女方式的双目 都一眨不眨 关注那片绚烂的光 最强大的几个生灵 甚至都有战斗的欲望了 致强者气息流动 不再遮掩实力 王轩瞇着双眼 没吭声 他心头很不宁静 这种相近的生命之光 他曾经看到过 不是第一次相遇 他过来了 各位 过激的行动 虽然是在冒险 但是却有可能 捞到无尽的好处 有人压抑着情绪说道 心神都在颤动 轰隆 巨大的声响 震耳欲聋 像是山崩的声音 又像是大河掘堤 似冲溃了无边的高大山岭 淹没人间 所有人都心神战里 这可不是在一颗星球上发的大洪水 而是在无银的宇宙中 席卷黑暗的虚空 可以看到 一块又一块翻腾着的陨石碎片 混合着浓郁到化成液体的超物质 奔腾着 呼啸着 从这里路过 那就是滑破宇宙星空 坠落在一些生命星球上 演绎出神话的陨石碎片吗 想不到在这枯竭时代 还能有部分大块的 较为稀有的 已存在世间 太浪费了 就要消失了 有人心情无比低沉地说道 看着大浪 看着光芒 绚烂的那片江海 从星空中横过 茫茫无边 当然 不可能都是陨石碎片 大多都是神秘因子 混合着各种超物质 色彩斑斓 属于不同层面的超凡能量 除了这些超物质外 竟还有个别生灵险踪 不过早已死去了 其中一具冰冷如石头 僵硬着 生前应该很强 看样子 接近是准绝世了 像是个妖圣 各位小心啊 这片超凡光海 依旧在演绎神话 但是 却也在同化我等 尤其是 对于掌握规则的生物来说 尤为危险 那个驾驭剑光 坐在庞大赤色飞剑上 白源开口 越强的人 进入光海中 可能死得越快 容易失去自我 就像是大到远去了 消逝了 我们忍不住亲近他 临近他 却被他同化 招走 跟着一起消亡 那个身穿黄金战衣的男子开口 如同天神般 一头金色的发丝 像是烈日般发光 穿着白大褂 如同科研工作人员的黑发青年摇头 道 哪里有什么大道 陷入神话迷途的人 都是在自我催眠 一切都能以科学解析 他补充道 这片光海 就像是一块超凡磁铁 沿途吸引走了一切超物质等 嗯 你我这样的强者 如同铁蟹 若是投身进去 自然难以挣脱 会被童话带走 路不同 何必否定其他人的体系 那个留着一头银色短发 身穿休闲夹克的青年开口 曾搭上过方语竹 有道理 能够自圆其说 有完整的理论自洽 也可以那样理解 穿着白大褂的青年点头 他们看着年轻 但是这里真正年少的人不多 有妖圣级的强者 更有真正的绝世生灵 来头都不小 海中有天药级的长青树 你们看到了没有 那疑似是上一个神话文明的残留物 居然也被冲刷出来了 被它带走 有人吃惊 光海中好东西实在不少 许多人见到那半截大树 被挖空了部分 制成藏宝盒 但它依旧带着枝条和叶子 生机勃勃 并铭刻着神秘的纹落 它与消失的超凡文明有关 正在随海远去 将它捞上来 有人忍不住了 觉得那种天药级的大树 本身就价值连城 再加上它里面藏着东西 应该更为惊人 或许封着某个神话文明的精华遗产 终于 有人忍不住 出手了 投掷出一杆超凡长矛 以精神为丝线 连着尾端 它在冰冷的宇宙空间中 留下一抹流光 砰的一声 响声巨大 浪涛冲天激荡起来 毫无疑问 那个人很强 长矛投入海中 掀起巨浪 成功刺进天药级的树桩中 它快速向回牵引长矛 打算将树桩收回来 可惜 砰的一声 它和长矛间的联系 突兀地断了 精神丝线崩开 而它自身则一声闷哼 倒退两步 道 浩强 居然要同化我 想反过来将我拉进超凡光海中 在酒吧中主持拍卖的男子提醒 各位 掌握超规则的 就不要乱出手了 很容易将自身陷落进去 死得不值 超凡光海在远去 会逐渐消逝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发现 三个月前 他们就合力推演出过 并找到相对应的地带 今天 这是第二次见到他了 当时 有爵士高手被拉进去 以原神中的规则的瓦解和崩灭 付出生命代价 向我们阐释 我们才对他有所了解 众人都在点头 没人愿意枉死 即便诱惑再大 也不能拿命去冒险 相对来说 没有修出规则的人 倒是勉强可以进去打捞神物 但也有一定的危险 要掌握好度 然而 凡人或者凡铁制成的机械人 也不能成功 毕竟 整片光海中 都在激荡超凡力量 过于脆弱 又会被立刻撕裂 各位 也不用心急 按照上次的经验 他从这处特殊的节点远去 需要数日的功夫 现在是湍急的前浪 不适合打捞 等光海稍微平缓一些更好 王轩安静地听着 对这片漆黑宇宙中 奔腾咆哮而过的浩瀚之海 了解得更多了 他确信 自己看到过 当时在新兴苏城外的寒雾山 他站在山顶 曾看到一片模糊的海远去 那是残影 更像是在无尽虚空中投影下来的 而这里则更为真实 太清晰了 这就是神话腐朽的最后的本质真相 如此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是超凡光海带走了一切 他在渐渐模糊 消散 直至彻底枯竭 生动什么 残酷才是真 理论上来说 他无声无息地从大幕 从各大生命星球 带走超凡物质 让神话规则失效 是要讲平衡的 不能无故消失才对 在下游 或者在某个地方 他应该积电下来 我们是否能够找到 一头巨龙开口 属于神圣系的 真龙的躯体 但也生有十二对 如同天使般的光翼 威势很胜 找不到那个所谓的下游 不存在所谓的目的地 我们只能有限地推演出几个节点 三个月后 六个月后 或许还能见到两次 它在凭空蒸发 有可能会化作其他平凡的能量 也有可能将不再这片宇宙中了 其实 给我时间 我应该可以解析它 但是光海显化出来的时间太短暂了 无法定位 不能模拟出它完整的运行轨迹 身穿白大褂的青年最为遗憾 颇有科学狂人的架势 恨不得冲进光海中 各方开始做准备 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原神状态 或者是分身 几乎没有本体降临的 怕被人干掉 或者意外陨落特殊时空中 因为时空酒吧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再加上超凡光海 不时有爵士强者出没 就算是最顶尖的强者惨死 也不算什么意外 有人来带了弟子门徒 那些人并没有掌握规则之力 短时间内不怕那超凡光海童话 也有人自己分出一段原神之光 洗尽大道纹理 不留下一点规则符文 准备让低阶的自己去环中打捞 尽量低调 不惹事 当然 也不用怕事 方雨竹在和王轩说话 因为 王轩准备进光海 打捞各种神物 方雨竹郑重无比 道 现阶段 各方彼此间都很和谐 但是 一旦离开时空酒吧 就有可能伴着血雨腥风 致强者若是被人有针对性的狩猎 都可能会死 极其危险 这些先不管了 一会打捞时 也可能有各种状况 你要小心 随着时间推移 大半日后 超凡光海渐渐平和了 不再那么激烈地涌动 这个时候 有各种光蒸腾 甚至 王轩看到了熟悉的 接近真实的物质 比如一团红霞 一片荧光 这让他非常心惊 不愧是超凡世界最后的余韵 连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到 他心中自语 不久后 他甚至看到了各色的造化晶石 这就颇为惊人了 他必须得入海 去打捞 他有可能借此让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突破 再次再去缥缈置地闯关时 应该会容易很多 真期待啊 我要是在这里找到各种接近真实的物质 突破到逍遥游领域 以后不见得怕正元天了 再敢奋出化身来惦记我的肉身 指不定谁是猎手呢 他心头有些激动了 他如果在这个时代成功踏足逍遥游大境界 那么在现实世界中 或许渐渐可以与方与竹等人并肩而立了 能否成为王无敌 这片超凡光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有人过来联络 都相当地温和 即便是看起来长相很凶的生物 如绿皮神消足的准绝世 这个老者刺着獠牙 尽量露出和蔼的笑容 看着却相当地争鸣 在那里套近乎 道 一会儿进了超凡光海 彼此照应 接着 那个精灵族的头领也来了 银亮的长发披散 尖尖的耳朵 这个种族天生很美 有空灵气韵 他的眼神非常纯净 自称是月精灵族后裔 和方与竹打招呼 相谈甚欢 王轩对他较为留意 早先 那个接近真要的根精 就是他们在出售 在酒吧中拍卖 一批又一批人走来 都很客气 事实上 方与竹也在主动和人接近 大放得体 笑语奄然 和各方频频联系 仙子 那个留着一头银色短发的青年又来了 英俊面容上挂着笑 表示可以结盟合作 一起打捞神物 阿大 阿尔 和你们这个小兄弟 到那边去聊一聊 一会儿彼此多照料 我和仙子有要事相谈 银色短发的青年 事宜身边的两人 大王轩到另一边 去谈下海后的合作 他要亲自和方与竹谈 不留意细节的话 或许没什么 还会认为他满脸微笑 很是平和 但是 王轩却感觉 这个强者真欠十多 他看出 这所谓的阿大和阿二 绝不是银发青年的兄弟 大概率是其手下或者仆从 处在下位者位置上 结果现在 在银发青年的口中 很自然地 将他归类为 阿大和阿二的小兄弟 还要带他到一边去谈 这是在温文尔雅的俯视 在礼貌性微笑中 蕴含着青蔓 没将他当一回事 最可恨的是 这个银色短发的大灯泡 反过来觉得他碍眼了 将他当成灯泡 要带方仙子到另一边 去喝饮品 拉近距离 方雨竹面色平淡地告诉他 王轩是他的好友 要合作的话 身为同伴和好友 王轩自然也要在这里了解清楚 兄弟 你想怎么合作 聊聊吧 王轩呲牙 脸上的笑容都在发光 同时很大方地走过去 要拍他的肩头 在距离还有一寸远时 他又停下了手 只是在其肩头上虚拍了两下 因为对方是原神状态 都是大男人 不想和此人真的接触 另外 这个人真的很强 疑似正觉是这个极数的猛人 短发青年笑了笑 露出差异之色 这个境界层次不高的年轻人 就这样和他称兄道弟了 这是反击吗 自己升格上来了 他还真不好 再让阿大和阿二 去同这个年轻人称兄论地了 不然也让他自己降格 他聊了一会儿 就带两人离开了 这个人有可能来自最顶级的市地 方宇竹盯着他的背影说道 他的穿着很现代 竟源自古市地之一 王宣吃了一惊 按照徐福所说 市地不少 但以八大市地最富盛名 谁和你说的 是地内居住的 一定是神话领域的复古生物 方宇竹白了他一眼 这种姿态不多见 一刹那的风情 竟是如此的绚烂和美丽 吸引人的眼球 对 我对于古代修士的定义 过于偏面了 比如老张 穿得比谁都潮 比如方姐 青春美貌又亮丽 看起来比我还小 听她叫方姐 方宇竹瞥了她一眼 倒也没给她纠正 道 她很危险 若是有变 我和你一块进入超凡光海 不用 在这海底 神如果真敢瞎阴手的话 我觉得 我能对付 王轩摇头 不想让她去冒险 远处 那位科研人员 正在看方宇竹他们这边 露出一色 道 这么特殊的元神 适合留下血脉啊 或许可以再续神话 王轩摇头